吴宗憲 康康和高凌峰所组成的三大男高音 而且这个男不是男生的男哦 而是很困难的男 他们今天晚上在上海大舞台登场 吸引大约8000人进场 三人开场当然还是要搞笑 模仿宏基石的小虎队跟乔蒙队 把气氛给炒热 而这三大男高音在上海的首场演唱会 估计短短150分钟就吸睛1500万台并 康康 憲哥 高凌峰 三大男高音 在上海大舞台热闹开唱 三人不忘搞笑模仿当红的小虎队 曹猛热闹开唱 接着由憲哥打头阵 现唱一段眉飞色舞 看到憲哥与女舞者共舞 康康也不甘示弱 穿上羽毛装饰的小背心 带来热情的沙漠 继续让上海粉丝疯狂 至于老大哥高凌峰也戴着高帽 身穿长靴 一身复古装 带来拿手的歌曲 台上唱嗨歌 台下上海的观众也疯狂 现科 康康 高凌峰这次在上海开唱 总共吸引8000多人进场 短短15分钟就吸睛 新台币1500万元 充分展现了三大男高音的魅力 记者综合报导 余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